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玩的游戏中,曹操是一个近战型战士 大招开启后打了能回血 目前曹操一共有四套皮固 那么这四套皮固对比的话,哪款会更好点呢? 今天我们就来用曹操的所有造型做个对比 看看哪款平昏高 首先我们来看曹操圆皮的表现 圆皮的造型还算是比较经典 在游戏中的特效都是以红色为主 整体还是很不错 平昏给5分,毕竟他只是圆皮 没有什么属性加成 接着我们来看曹操的半身皮肤 超能战警 这款半身皮肤的价格比其他英雄的半身皮肤贵 需要388点券 这款皮肤就像穿着蓝色衣服的曹操 技能特效也都是蓝色 二技能的特效有点像公本的一技能 大招开启后特效不是那么缓眼睛 整体来说这款皮肤还是很不错 而且可以通过皮肤随便商店免费兑养到 给这款皮肤的评论是7分 接着我们来看曹操的史诗级皮肤 幽灵传长 这款皮肤的模型比较魔幻 有点加热比海盗的感觉 一技能和大招的特效都是蓝色 二技能特效有点墨绿色的感觉 整体还是很不错的 这款皮肤和超能战警一样 可以通过碎片商店去免费兑兑换 给这款皮肤平衡为8.5分 接着我们来看曹操的死神来了 这款皮肤需要通过点圈罗宝才能获得 虽然价格看上去挺位 但效果其实并不是很好 模型没有幽灵船长魔幻 特效和圆皮区别不大 手感方面还没赛季皮肤好 只能说这款皮肤是唯一唯土豪皮肤 给这款皮肤的平衡是6.5分 最后我们来看曹操的赛季奖励皮肤 这款皮肤已经是绝版皮肤了 特效和手感方面不比死神来了那款X 而且当时获取还是免费的 而这款皮肤平衡也是7分和超能战警打平 最后总结一下 曹操的皮肤平衡顺序是幽灵船长第一 388的超能战警和赛季奖励皮肤变列第二 第三就是死神来了